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队 为了增进同人间的亲子情感 举办了幸福海巡海费手作亲子活动 邀请到43位同人和子女共同参与 活动中除了爸爸妈妈穿上帅气靓丽的安检服之外 也让小朋友们穿上小小海巡服化身迷你海行园 也借由海费品手作DIY体验及精心设计的闯关活动 让小朋友认识海洋文化并且建立海洋的保育观念 以海费品手作DIY为主轴的亲子活动 海巡同人穿着帅气的制服带领家人以及小朋友 认识海洋保育工作内容 此外也特别让小朋友穿上了特制的迷你版海巡安检服 瞬间化为小小海巡员 更透过了亲子手作来激发小朋友们的想象力 将创意巧思让海上废弃保育笼 木板以及渔王等腰身一变 成为意想不到的模型艺品 而整个活动极具环保教育意义 也让身为海巡议员的爸爸妈妈亲手为孩子种下海洋保育的种子 期间还穿插了Diamond海巡宝宝 充气人偶 现场反应更是烈汗笑声不断 暗巡队表示 透过海费品手作亲子活动 除了让同人增进亲子情感之外 同时也让小朋友们知道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不仅从小埋入海洋保育的意识 也慢慢拉近人与海洋的距离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